好 世界在變 今天特別邀請李東升總經理 跟大家來好好談一下 這個世界的變化在後冷戰時代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世界的供應鏈正在重組 過去三十年全世界把生產基地收到中國 現在正從中國開始移出 另外一個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表其實告訴大家 在新冷戰時代全球資金的大移動 中國的外匯存體到三兆以上是2014年的事 大概已經十幾年的時間 中國的外匯存體大約就在3.1兆 3.1兆代表什麼意思 在過去十年 中國的資金大規模流向海外超過七兆美元 這個七兆美元流到美國 流到台灣 流到日本 也讓包括印度 也讓這些國家經濟蒸蒸日上 好 另外一個 中國的廉價產品 現在也撞擊到全世界了 你看到德國的車廠 現在充滿了危機 你看到CNN最近報導 全球車廠在中國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為什麼 過去全世界的車廠 因為中國有大市場 所以全世界的車廠 在過去十年在中國賺到五百四十億美元以上 它是一個龐大利潤 但是中國的電動車崛起之後 你現在可以看到 最近有一個美國的記者 他去參加北京的國際車展 他說這個西方車器完蛋了 在中國努力進步的同時 我們只會一個敬敬抱怨 但他看到一個表象 也就是說中國的殺價競爭 他已經打垮全世界的車廠 胡適現在關掉 關閉到德國的工廠 這個是幾十年當中 你罕見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全世界的車廠 唯一能夠撐住 大概只有法拉利 各位知道 法拉利現在的市值 大約九百億美元左右 他一年只賣一萬輛車 你知道比亞迪是四百萬輛 那他的市值比比亞迪大很多倍 所以你看到不管BMW或賓市 在今年的BMW股價 已經下跌三十二點八趴了 而且他一蹶不振 這種高檔車 也受到中國的電動車的影響 所以現在你可以想像得到 現在這個 在西班牙或是相關歐洲 像宏德萊恩 現在都在商討現在歐洲的 未來的生存之道 也就是說歐洲國家過去有很多的 這個中國的機會 像歐盟的現在 朵拉吉現在在講 他說中國帶來的經濟的挑戰 他主張要設立共同的監管機構 歐洲也對中國的汽車 課百分之三十八的關稅 那這個現在可以看出來 歐洲國家過去是看中 中國的大市場 現在給中國反撲回來之後 變成經濟上說很大的壓力 你看到中國現在等於也把通縮 傳遞到全世界了 伊倫最近在下台之前 準備再到中國一趟 我相信他對中國的 在講中國所通縮 遞延到全世界 他非常有感覺 那我們看到中國在興起另外一個抗中聯盟 那這個抗中聯盟 我相信對很多亞洲國家 現在表態要表對 你看到這也是現在大家看到 在這個回合當中 台塑集團的股價不斷的在下滑 這個下滑實際影響整個台塑集團的未來 也就是臺灣靠中國的大市場 你做大量生產的產品 包括石化 水泥 鋼鐵 紡織 大概都會面臨很大的挑戰 那現在這個表態當中 馬來西亞跟泰國都選擇加入金磚 這看起來情況是嚴重的 所以我想在下一個回合當中 你也看到最近的越南也開始在選邊站了 越南原來在美國跟中國兩方拉距當中 現在看起來越南的新當選的總書記 現在投向中國 那他上任之後 第一個到中國去報導 那這個情況來看 我相信這是一個選邊的過程當中 也給越南的未來帶來很大的風險 同時你看到外交選邊選錯邊 這個也是你看到洪杜拉斯 現在的瞎沒人買 那洪杜拉斯的總統 現在面臨貪污的調查 我相信這也是大家將來所要面對的 印尼在一帶一路當中 印尼現在正在抉擇 所以東協國家在這個選邊的時候 如果選錯邊 也會給國家的未來帶來很大的挑戰 這是印尼的新當選的總統 好 最近美國的安全顧問 蘇利文到了中國 也跟這個習近平有個會談 那這個會談 我想他給中國帶來非常多的 很多重要的提醒 那我想包括歐盧斯 所以這個是今天我們看到 包括現在杜特地的最重要的幕僚 他也有間諜的嫌疑 所以美國在白宮 最近我們看到紐約州長旁邊 有中國滲透 那這個中國滲透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在清金策 同時在對相關國家的選邊 也會帶來非常大的挑戰 在清金策 我們看到 那這個中國滲透 我們看到